就是那個 那個脫掉車的司機已經在我旁邊貼那個封條 門上面已經貼好封條了 你好厲害啊 你在裡面睡覺 你窗戶不打開 你不怕悶死你自己啊 對啊 我就因為冬天嘛 然後我就趕快就 冬天 你今天還能來上節目算慶幸 我跟你講 真的 對啊 這時候睡覺不開窗戶的 然後我就趕快把車發動 然後就那個脫掉車的司機也嚇了一跳 然後就看他一臉就是很曬 就是心裡在罵髒話少賺一筆 就趕快 他又摸摸把車開走 我真的就等到 等他等到差點被拖掉拖走 我跟你講那個時間根本就不長好不好 因為我們家那一條 就是無時無刻都有拖掉車 不是我很久 所以明明就是他比較久 那問題是他也可以一上車 時間很快就睡著 我跟你講 他睡著 他三秒鐘就可以睡著的人耶 他可以跟我講說老婆我今天不想睡 我今天奇怪都睡不著 然後就過了三秒鐘 所以你說他等到睡著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他可能就在等我車停好 然後三秒鐘睡著 然後拖車剛好來 四四睡正好 不是這樣好不好 那是不知道你在樓上摸什麼 摸得很久 我跟你講我超不會摸 最會摸的絕對是他 我們家絕對是他 不是 你不要空口無憑嘛 你要講一個實力 你知道嗎 他每次我們要一起工作 我只要跟他一起工作 我幾乎我們都會遲到 他都會算好他的時間 然後起來 起來就算了喔 他時間已經快要來不及了 他要先上廁所 你知道這位先生上廁所 也都要半個小時以上 半個小時 甚至有一個多小時的喔 然後一個多小時 我說你至少已經上得很乾淨了吧 沒上 有時候還沒上 還沒上 所以你知道我們 每次我跟小孩為了就是 你知道憋尿 憋到 我們就 憋尿會生出病來耶 沒辦法 我會上不出來 絕大的原因也是因為你好不好 因為我真的是 腸胃不是太好的 然後因為他 然後他就是膀胱沒力你知道 就是很常要急著要上廁所 然後有時候我上到一半 突然那個便衣來了 有人敲門 想要出來的時候 突然又有人敲門 那我就大鬧一半就只好夾斷 然後讓他先 就憋著屁股 先讓他上完廁所 然後再繼續上 沒有他上廁所 我們一定要講他這麼細節 對 我覺得有一點太想說 我跟你講 你知道他上廁所 就是久到我買房子喔 仲介都會問我說 你買房子有沒有什麼需求嘛 譬如說我們要 就是譬如說我們要看 有景觀的還是什麼 我說 什麼都OK 海沙物也OK 只要給我兩間廁所就好了 你知道他就是很會拖 然後拖到 然後每次就是 我們要去上通告 然後他已經遲到 然後在路上飆車飆到 我都會害怕 在聽這些女生講 我就是覺得這個節目的主題 本來就是不公平 因為女生本來就是比較會拖的 我之前三女生 是跟三個女生一起住 因為就是我媽跟我姐姐 跟她的朋友 每次要出門的時候 真的要等到差不多一個小時 就是人要先洗澡啊 要先化妝 要先全場 要穿的衣服啊 上廁所之類的 當他們在跟我說 要出門的時候 差不多要等 真的有一個多小時 才真的可以出門了 而且他們一開始就會 我說我們等一下要出門喔 所以我就會現捲備 在那邊等等等等 就是他自己在等什麼 到車上的時候 一定會有人說 等一下 有可能會下雨啊 我要回去找余山 或者什麼的 回去房子裡面的時候 余山也找不到 可能十分鐘 人就是回到車上 另外一個人會說 其實我有點鳥起 要去上廁所 又回去房子 也要去上廁所 真的是講不完了 男生很奇怪 譬如說像兩個在交往 是男女朋友的時候 然後譬如說你在約會的對象 你喜歡這個女生 然後這個女生遲到 拖多晚 一上車跟你講說 不好意思 我讓你等那麼久 男生永遠都說 不會啊 不會很久 對 應該的 才一點點時間 那為何在一起之後 結婚之後 然後只是上去拿個東西 你就選酒 沒有 春前其實也會 沒有說出來 所以你現在 你現在婚後是直接罵出來嗎 我也沒有罵 因為我老婆她就這樣 像上一次她回家 回到家以後才發現 我的耳環 怎麼只有一個 在哪裡 她就開始囉 她就開始囉 然後那個 打電話給55688 人家說沒有 然後她自己就不放心 她說她一定要再坐計程車 回公司一趟 看有沒有 她今天晚上才睡得著 她每天都在搞這個 她從早到晚 一直都在找東西 因為她沒有一樣東西 是有規定位的 所以也就是說她上班 其實都不是真的在上班 而且呢 因為她 我之前不是講說 她連續三天手機沒拿 然後計程車又繞回去 連續三天 她現在 現在我就有幫她注意 我朋友的手機有沒有帶 然後現在她現在怎樣 你知道那天耳環少一個 她現在開始想說 以後下班 那我現在是 手機兩個耳環 要不要講全身內衣褲有沒有穿 我是不是也要幫她檢查 那你一個禮拜 只有上班一天不行 幫她檢查一下嗎 是可以 其實沒有關係 對啊 小事情 而且我跟你講 她跟你在一起算她運氣 好像是跟夢多在一起 什麼都找不到了 找不到 對啊 接得好 沒有啦 我跟你講 你看看沒看好 講到就是一個終點 在日本 女生也不會知道 如果 我跟你講 日本人的如果知道 會先打電話 說不好意思 在五分鐘 日本人說的 日本的女生說的五分鐘 就是三分鐘 但是台灣人說的五分鐘 就是二十分鐘 台灣人說的等一下就一個小時 日本人說的等一下就一個小時 十五分鐘 太誇張了 真的啦 真的 不要假的 你明明就自己就要這樣 好 那你既然知道 那你就要習慣啊 對啊 你要盡水啊 對啊 你要盡水啊 對啊 你們為什麼會盡水 只要人家習慣呢 在台灣 OK 在台灣 OK 在台灣 OK 我知道… 大家都知道這是台灣 OK 這是真的耶 這是Rap嗎 沒有 因為我有個女生朋友 她通常說 在五分鐘 就是她剛起床 然後等一下就是準備要出門 在路上 就是她才剛出門 快到了是她心裡知道 比如說我現在去101 她心裡告訴監察司機說101 麻煩到101 就是告訴對方快到了 我要幫他們講一下 台灣女生 還好 因為你們出門還可以疏眼耶 這個算是比較好一點 像日本女生我叫過的 我想要 我住那個飯店 隔壁有一個全家 對啊 我想要單純的下去吃個東西 那時候我不會講日語 我說你幫我買一個東西 我們一起下去 她說好 等一下 我出門必須先化妝 買個小簡單的東西 而且重點 我等一下花15分鐘 重點是 她化完妝 化完妝 怎麼了 這是什麼 沒有吧 有話跟沒話一樣 那是你們男生看不出來好不好 你現在是流行躲妝好不好 而且你們不知道裸妝其實最難化 很難化 這裸妝用那種看似沒有化 其實又有化 怎麼可以化到說 妝前妝後是一樣的呢 沒有 老師 你自己說裸妝是不是最難化 全之前都要請人來化了 裸妝確實是很難化 可是真的我一定要講 就是市面上有太多的女生 有化妝跟沒化妝真的沒有差 因為她就以為 就是我上一點隔離霜 擦個口紅 或者畫眉毛 畫睫毛 我就是有化妝 可是真的沒有差 還有就是很多人換衣服 換了800套 最後都是同一套 對 因為你怎麼買都是同樣的感覺 真的 所以不能怪男生看不懂 是你自己都陷在那個死胡同裡面 你知道萬一像我們這種 鼻子過敏的人 刷睫毛的時候打噴嚏就毀了耶 對 要在那邊卸半天 對啊 鼻子夾起來 睫毛跟眼線沒有幹的時候 打噴嚏真的是世界末日 你們都不懂 而且我們女生如果沒化妝 跟你們出去 你們有時候還會嫌我們氣色比 對啊 也不是這樣講 因為像剛剛講化妝這件事情 因為你知道我經手過太多 女人妝前妝後 對 這是案件嗎 講得很奇怪 很習慣 但是那個化妝跟沒化妝的差異性 其實我個人是滿享受的 你所謂的友情啊 你知道你衝她是鬼 變成人那個演化的過程 是一種樂趣 那你今天幫小優畫多久 不要 小優就還在變不過來的路上 不要這樣 對不起 她是化妝前看不到 還沒潰冰 不要這樣 沒有 小優是在路上 對 還沒有變過來 小優在路上 我說真的 你們不覺得看那個過程 其實有時候滿有趣的嗎 就是說 原來畫一畫 她也可以變成那樣子 如果是這個結段 從那個樣子變成美 那OK了 比較可怕的是 你一開始就很美 然後拖了就恐龍 你怎麼這樣講啊 那又是另外一種樂趣 那問題是 明川老師 你可不可以教所有的女生 比如說三個步驟 就可以讓你從素顏 然後到出去是有精神的 很簡單的 哪三樣東西就好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你的膚質一定要還不錯 這個還滿重要的 因為你知道所有 你贏在起跑點 就是膚質要好 對 因為膚質一好 你就算沒有上粉底 你沒有上隔離霜 你皮膚是亮的 那三步驟 一般來講 你畫眼睛的話 不要只是刷睫毛膏 其實眼線更重要 眼線 眼線比睫毛重要 可以 只要寧可就是選眼線 也不要選睫毛膏 對 很多人都誤以為說 我刷睫毛膏要刷很厚就很好 其實沒有 因為有些時候 你刷睫毛膏之後 反而眼睛會空空的 畫眼線比較重要 再來氣色 有腮紅才有氣色 對 那嘴巴有一點點 這種潤透的感覺 三步驟你就可以出門 而且真的可以很快 我其實不太懂 有些人真的化完妝很素有沒有 但他花了一個小時 不知道忙什麼 我們製作人想要問明川老師 請問小優還有舅嗎 女生吃飯 愛托拉 讓人餓到一把火 你們女生最過分了啦 每次去吃飯的時候 都要先拍照 我們已經快餓死了 我們想要吃熱騰騰的菜 你們一定要拍完照 那菜都涼了 拍得美美的 PO上FB 等於有人家按讚的時候 我們才能吃 告訴我到底